刘雨淇淋 《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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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喜欢《诗诗》 古装戏就是我觉得 代入感更强吧 穿上这个古装之后 我就觉得 我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然后那种感觉那种劲儿就来了 卖冷内热吧 酷酷的 然后呢其实也是不苟言笑 然后让我执行什么任务 我立刻就可以执行 雷历风行的一个状态 这个角色来说吧 我觉得它吸引我的地方是第一 它这个古装 在这个角色上 我必要自己尝试 那第二是什么呢 它整个人舞 在这个剧情当中 它是有变化的 它的整呼吸 它是有层次的 它会有一些事件 来交代这个人 经历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变化 它一直很在乎 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你写的人很难过吗 它整个人的状态 的想法 刘雨宁 这个他塑造这个人 的过程当中 一个情感 直到最后 这种人物关系 其实是挺高的 引到最后 我还要去报导这个 我又是最 相对来说最累的一场戏 第一 二 三 这大脑已经空白了 我已经浑身力气都没有 洗澡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种感觉了 已经 剩下都是用我的极限在坚持 那种感觉 我还挺 挺对自己 默默地给自己点了个赞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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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认真 拍完之后 然后我后期去看了素材 我觉得 值得 得认真的 就是 我不能夸自己 但是我 我得认真的 就是 我是一个还是一个东北爷们的性格 就是我觉得 我就要不就拼了 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那我在《长歌行》当中饰演浩都 请大家多多关注《长歌行》 观山万里路 拔剑起长歌